今天可厉害了 别着急啊 等等人 咱们正式开始的时间呢 是十点钟 所以说现在呢 只是热场 只是热场 今天的红包可多 一共有三次200万红包 现金200万 今天是世界杯的决赛 换句话说呢 大V现场关于世界杯的红包 也就是今天了 抢不抢 看您 抢多少 看您的手情 好吧 怎么样 这个 一切正常吗 一切都正常吗 声音呢图像啊 有没有感觉今天 蛮帅的 有没有 有没有那感觉 那个 现在是热场 热场 先不聊球 没什么意思 待会儿呢 一共有三个小时的时间 再加上我早开这二十分钟 再晚关 十分钟 估计三个半小时 我这充电宝呢 都已经充满了电 好吧 有没有跟自己心爱的人一块准备看世界杯的 跟你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 有没有 我先送你们一首歌 好吧 单身呢 单身就听一听 把这手绢啊 我准备好 万一唱哭了呢 好吧 老公出去了是吧 注意警戒啊 你老公有可能都是这个 借这个出去看球之际 主要是一块吃喝喝 好吧 来送给大家一首 心语心愿 闭着眼睛听 好吧 闭着眼睛听 行不行 答应我 闭着眼睛听 好吧 他走了 我始终没有忘记他 在每一个星空灿烂的夜晚 我都会想起他 我想流星许个心愿 让他知道 我爱他 我要控制我自己 不会让谁看见我哭泣 装作抹不关心你 不愿想起你 怪自己没勇气 心痛到无法呼吸 找不到你留下的痕迹 眼睁睁的看着你 却无能为力 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 找不到坚强的理由 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 告诉我 哪里是否有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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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流星许个心愿 让你知道我爱你 哎呀 行吗 行吗 感动了没有 有没有感动的 感动的就打个六 行吗 好啊 感动的就打六 好吗 当然了 今天呢 其实呢 更多的是朋友在一起 很多失散多年的朋友 今天呢 也相聚在一起 通过世界杯 联练联络彼此的情感 对吧 人呐生活在现实社会当中呢 不能没有朋友 朋友呢 往往往呢 在关键的时刻呢 都会四散而去 当然了 也有一些很好的朋友 他们呢 会 无时无刻呢 不陪伴着你 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当你有喜悦 需要分享的时候 他们会愿意 在你的身边 就像今天这个夜晚 在世界杯的决赛 有很多的朋友呢 是相聚在一起 来共同感受 这一份人间的美好 所以接下来呢 大家把这个嗓子都清一清 我弹 大家跟着我一起唱 身边有朋友的 相互就搭个肩膀 抱头 抱胸 抱着一块唱 好吧 把这首周华健的朋友 送给大家 这些年一个人 风也过 雨也走 有过泪 有过错 还记得坚持什么 真爱过 才会懂 为寂寞 会回首 终有梦 终有梦 终有你在心中 一起唱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有 一句话 一辈子 一生请 一杯酒 朋友不曾孤单过 一生朋友 你会懂 还有伤 还有痛 还有痛 还要走 还有我 这些年 这些年一个人 风也过 雨也走 有过泪 有过错 还记得坚持什么 还记得坚持什么 曾爱过 才会懂 会寂寞 会回首 终有梦 终有梦 终有你 在心中 朋友一生 一起走 那些日子 不再有 一句话 一辈子 一生请 一杯酒 朋友不曾孤单过 一生朋友 你会懂 还有伤 还有痛 还要走 还有我 一句话 一辈子 一辈子 一生请 一杯酒 朋友一生 一起走 那些日子 不再有 一句话 一辈子 一生请 一杯酒 朋友不曾孤单过 一生朋友 你会懂 还有伤 还有痛 还要走 还有我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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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跟朋友 就这个 跟朋友 都都都都都告别了没有 不是跟朋友告别了没有 什么话呢 嗯 这个 实话讲的今天呢是一个告别的日子 啊 因为世界杯呢即将离我们而去了 啊 而且呢 他这个夏天呢 他也是个分手的节 啊 我我指的是很多的毕业的同学 啊 是不是 所以呢 在面对着一种生活即将离去啊 在面对着昔日的好友即将离去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呢都有一首熟悉的旋律 就是祝你一路顺风 红包 红包 现在还没有 好啊 好多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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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 知道你要走 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 当午夜的钟声 悄痛离别的心门 却打不开你深深的沉默 那一天 送你送到最后 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当拥挤的月台 寄通送别的人们 却记不掉我深深的离愁 我知道你有千言 你有万语 却不肯说出口 你知道我好担心 我好难过 却不敢说出口 当你背上行囊 写下那份荣耀 我只能让眼泪流在心底 面带着微微笑 用你的挥挥手 祝你一路顺风 当你踏上月台 从此一个人走 我只能深深深的祝福你 深深的祝福你 最亲爱的朋友 祝你一路顺风 那一天 送你送到最后 我们一路顺风 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当你拥挤的月台 寄通送别的人们 却记不掉我深深深的祝福你 深深深的离愁 最亲爱的朋友 祝你一路顺风 我只能深深的祝福你 深深的祝福你 最亲爱的朋友 祝你一路顺风 祝你一路顺风 哎 祝你一路顺风 哎 妈呀 啥也 万象来了 是吗 谁说的 嗯 红包真的还是假的 当然是真的了 别着急啊 这不是十点钟才开始吗 这个红包啊 就是你这个世界上呢 你用多少美丽的语言 然后呢 真诚的歌声 你都打破不了他对于红包的迷恋 所以呢 咱们坦白讲啊 就说红包当然他很好 大家有个助兴 但如果说 此时此刻 你脑子里边想的全是红包的话 我个人觉得呢 你要恕我直言 这辈子 没有太大的希望 我实话 我实话讲 真的 没有太大的希望 当然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这个追求啊 好不好 怎么样 这两首歌还行吧 以前我老唱 很多就是大家都听得有点 有点这个烦的歌 是吧 这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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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天空只剩在哭泣 越来越明亮的你 但爱情不过 是生活的皮 是生活的皮 是折磨着我 也折磨着你 感到美美 你献给我的西班牙鲜饼 疯狂地转化了我 天空只剩在哭泣 要感到美美 我们曾拥有的甜蜜的爱情 疯狂地锁炼了我 天空只剩在哭泣 你献给我的西班牙鲜饼 你献给我的西班牙鲜饼 你献给你的天空 我献给我的西班牙饼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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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larak 刮公司射饼饼�erton impart 서로好像其名的疑 management 未来告诉我 天空只剩在哭泣 无法呼吸的你 此时我在异乡的夜里 想念着你 越来越远 这根不是很熟 马上就开始了吗 这是大V现场 大V现场 今天看好谁 别着急 咱们今天是横跨整个世界的决赛 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 有三个小时的时间 咱们在一起一块玩玩 一块聊聊 红包发送的时间分别是22点30 分别是22点30 明白了吗 22点30 也就是10点半有第一次红包 然后是11点50 也就是说中场休息的时候 有一次红包 还有就是0点50 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三次红包一共200万的现金 比平常呢 我们所做大V现场 要多100万 翻了一倍 好吧 刚才呢是热场 跟大家呢唱了一首歌 有没有觉得 还挺受感动的 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呢 可以呢打一波6 好吧 今天晚上呢是一个很开心的夜晚 所以呢大家呢 可以尽情的呢 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房管们呢 我都让他们回家了 所以今天呢不拉黑任何一个人 好吧 所以呢你可以啊 来表达自己的幸福 快乐 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愤怒 遗憾 悲伤 悲劣 都可以 好吧 所以今天晚上呢 我这呢都做好了准备 一起呢跟大家呢来 在赛前一个小时 我们呢对这场比赛进行一些分析 大家一些交流一些想法 然后比赛过程当中呢 我们呢随着这个比赛的进程 我也会跟大家呢来做一些 现场的这种 观看比赛之后的这种分享 好不好 都明白了吗 现在首发阵容已经出来了 是吧 我们呢看一看首发阵容的情况 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有没有比较资深的球迷 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你看啊 法国队门将呢是洛里 后卫线上呢是 右后卫 帕瓦尔 两个中卫呢是 瓦拉内 乌姆蒂蒂 然后呢是 左后卫呢是 卢卡斯 阿尔兰登斯 中场呢是坎特 马图伊迪 伯格巴 封线上是格列兹曼 吉鲁姆巴贝 照方抓药啊 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变化啊 所以德尚呢非常笃定 他现在所拥有的 这一套的首发阵容 是可以完成他想实现的目标 那么科罗蒂亚这方面呢 苏巴西奇这没有问题啊 是非常优秀的门将 然后呢 福萨里科 右后卫 斯特里尼奇 洛夫伦和维达 这应该讲呢也是 呃 在 半球赛当中啊 能够出现的 这个 后卫线的阵容 然后呢 就是拉吉利奇 莫德里奇 布罗佐贝奇 前锋线上 也是佩里西奇 曼朱季奇 雷比奇 好了啊 两支队伍应该讲是全员出战 在此之前呢 我们曾经担心呢 克罗蒂亚啊 曾经 这个前两天的训练 多达五名 缺席 尤其是这个 佩里西奇 现在看来 已经首发出场了 克罗蒂亚人 对于这届世界杯冠军的渴望 这种啊 为伦比的饥饿感 让这些队员 哪怕身上有点小伤 也得是带伤出战 克罗蒂亚狂想曲 很多的朋友呢 认为啊 愿意成就 克罗蒂亚 或者是愿意目睹 克罗蒂亚呢 能够啊 一个年轻的一个国家 从1998年开始 20年过后 他们能够从第三名 完成 向世界杯冠军的冲击 也能够 为本届世界杯的历史呢 画上一个新的 一个圆满的句号 就是又多了一支 世界杯冠军球队 当然了 这只是我从 克罗蒂亚球迷 那个角度出发 我从法国队的角度出发 我觉得 法兰西 1998年本土拿到了 世界冠军 接下来呢 在2006年的世界杯 打进决赛 但是输给了意大利 在2016年的欧洲杯 打进决赛 但是输给了葡萄牙 那么今天 他们凭借自己的能力 再一次闯进了 世界大赛 尤其是世界杯的冠亚军决赛 那当然 法国人民也热切期盼着 这支法国队 同样能够再助辉煌 十和二十年 再次拿到世界杯的冠军 两支队伍呢 在整个的世界杯期间 所走过的道路 我们不妨呢 用简单的言语呢 再重新规划一下 这个法国队呢 首战呢是澳大利亚 二比一拿下澳大利亚 比分呢 比较接近 进球呢 之前的配合很漂亮 但最后呢 算在了澳大利亚的乌龙 接下来呢 面对啊 南美洲的秘鲁 法国队呢 百分之四十的控球率 与秘鲁人 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最终呢 半猪吃虎 四成的控球率 一比零小胜 毕鲁 这样的话 拿到两战两胜 击六个积分 那么最后呢 对丹麦打平 就是小组第一的情况下呢 法国队呢 换了一些手法 最终呢 那场比赛是零比零 跟丹麦呢 携手出现 而那场比赛呢 也是迄今为止 世界杯六十三场比赛当中 唯一的一场 零比零 几乎呢 是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 零比零这个比分 最少的记录 这是法国队 然后呢 这个法国队呢 就进入了这个淘汰赛 应该说呢 法国队在淘汰赛当中呢 所面对最大的这个敌人 那就是来自南美洲的阿根平和乌拉圭 但是呢 由于有了小组赛 对秘鲁的经验 法国队呢 从那一刻开始 得上 就明白了 原来世界杯 并不要控球率 原来法国队 并不一定非得打那种啊 全面控制的足球 原来 四成左右的控球率 对于法国队来讲 也很美妙 于是乎呢 他再次用四成的控球率 四比三 战胜了梅西领先的阿根平 那场比赛当中呢 那姆巴佩表现的是非常出色 几乎是一夜成名 而梅西虽然说也有进球 但是也有助攻 可惜呢 最终呢 还是没有能够晚阿根平与失利的边缘 没有进入八强 打道回府 潘帕斯雄涌 最终呢 在法国雄姬面前 低下了那高昂的头 接下来呢 法国队对阵的就是乌拉圭 乌拉圭呢 应该说呢 是马性的这个附体 防守稳固 进攻的反击 靠苏雅雷斯跟卡瓦尼 可是那场比赛呢 恰恰由于啊 这卡瓦尼在之前八分之一淘汰赛当中啊 用力过猛 导致了受伤缺阵 没有了卡瓦尼 苏雅雷斯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在进攻方面呢 乌拉圭很难给法国队造成什么的威胁 而关键时刻 这个乌拉圭的这个门将的这个脱手 红有手 又使得呢 最终 反击呢 也是无力回天 法国队仰手 进入了四强 那么接下来呢 在半决赛当中呢 法国队是击败了非常有势力的比利时 比利时死前呢 淘汰了巴西 比利时死前呢 赢过英格兰 比利时死前呢 确实 在2比0落 0比2落后的情况下 连锥三球 逆弹 击败了日本 而比利时最终呢 没有逃过法国人的首心 法国人呢 也是凭借这个密集的防守 然后快速的反击 早早进球 然后呢 最后让比利时人呢 温水煮青蛙 法国队呢 也是高揍凯歌 进入了决赛 这就是法国 那么法国的特点呢 简单说呢 就是以坎特 柏格巴马图伊迪 为核心的中场三人主 进攻参与的 是潜尝择指 更多的是防守 在瓦拉内和 乌姆弟弟的身边 身前呢 筑起了一道 密不透风的 铁壁铜墙 那么进攻呢 靠吉鲁的中锋回撤 姆巴佩的高速前插 以及格列斯曼的 中场串接 偶尔伯格巴插上 更多的是马图伊迪 在半局赛当中呢 显示出了在内部 左内部的插上的这个能力 看人下菜点 所以法国队的整体的 这个防守 应该说 由于有了坎特 变得非常的稳固 坎特覆盖面大 预判能力强 基本上 在中场的拦截 或者是前面有队友延缓 他在后边的这种啊 强断 成功率非常之高 而坎特呢 虽然没法送出更多 有创造力的传球 但是他左右的转移调度 应该讲 对于法国队而言 进攻也是一个 方向的一个选择 法国队经常呢 是防守的时候 变成啊 是四五一 前面只留一个大吉鲁 偶尔呢 吉鲁也会回来 全民防守 只要反击三船两地 姆巴佩高速插上 直插对方身后 如果是有一脚长船过去 那么姆巴佩作为一个足球运动当中的博尔特 那么他的速度将会体现出非常大的优势 嗯 嗯 我们这次的 今天晚上啊 这个活动还挺多啊 大家注意一下啊 首先呢 有三次抽奖 这三次抽奖 不是就三次发红包吧啊 时间分别是 十点半 马上就到了啊 还有十六分钟 然后十一点五十 也就是说上半场结束 中场休息 那您上完厕所 吃点东西 直接呢就过来抢红包 还有是整场比赛结束 您在意犹为尽之时 先抢红包再说 好吧 这就是三次抢红包 一共两百万一斤 新浪微博 大V现场也是喝了血本了 好吧 这是封抢两百万现军红包 这是今天晚上一个主旋律 另外一个呢 大家可以去投票 就是 这榜有毒还记着吗 就是如果你喜欢法国 你就赶紧给克罗蒂亚投票 把它顶上去 如果你喜欢克罗蒂亚 你就给法国投票 这个活动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博 一边听我聊 一边你可以操作 还有呢就是 发话题 世界杯 吐槽大会 你把你的一些什么奇思妙想啊 包括这些小段子呀 你都往那发 你就有机会 瓜分百万的现金红包 和精彩好脸 明白了吗 所以说大家呢 也可以呢 At 围观世界杯 有很多的精彩的内容 让大家呢 能够一起 不孤单 也不呆板 然后不枯燥 度过这个世界杯的决赛之夜 刚才呢 我们简单的说了这个法国 我今天呢 在家里面呢 重新看了法国的半决赛 并且做了一些小视频 我提醒大家 注意两点 第一点 如果法国队都处在半场 甚至35米区域进行防守的时候 那么一方面 他在承受着 来自科罗地亚进攻的压力 另一方面 他的反击随时 可能掀起 这一点 请大家注意 因为科罗地亚人呢 相对来讲呢 他这种 进攻的这种欲望 会更强 那么 如果一旦 这个 中后场断球 法国队通过伯格巴 通过格列斯曼的有效串接 最终呢 通过吉鲁的回撤的吸引 把对方中卫带出来 对方中卫身后的空档 就是姆巴被尽情驰骋的后花园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法国队虽然防守相对稳固 但是 别忘了 他也被阿根廷打进过三个球 在我看来呀 在世界杯期间 一场比赛丢三个球的队 按说 拿冠军是有点悬的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认为呢 主要就是防守是有漏洞的 否则的话 一场比赛90分钟 能被人打进三个球 这队最后还能拿冠军 这个好像有点 说不过去 说不过去啊 当然法国队有可能是个例外 因为毕竟啊 那场比赛可能是大开大合 那么呢 法国队经常 能够出现的漏洞 在哪呢 在格列斯曼的身后 当他四五一 四五 四五一 如果格列斯曼回不来的时候 如果格列斯曼 吉鲁都置身在前场的时候 那么请注意 他在 左路的防守 就有可能会出现漏洞 那么左路恰恰是谁在活动的区域呢 是莫德里奇 莫德里奇在右路 在他的右路 在法国队的左路 那么如果说 在格列斯曼的身后 阿尔兰德斯的身前 对不对 那么如果 左边的马图伊迪不能够控制 这个区域往往能够形成 向内部的球 或者是直接的 45度的冲掉 不要忘了 万周基奇的投球功夫 不要忘了佩里奇奇的 强点能力 所以法国队 你主要看 在左中场 左后场 这个区域 是不是会丢位置 而这个丢位置 也是因为 格列斯曼可能更多的 投入到了进攻 明白了吗 这是法国队 好吗 接下来呢 再说一说这个 克罗蒂亚 克罗蒂亚呢 圈粉无数 最少大家呢 来 预测世界杯冠军的时候 恐怕绝少有人 会提克罗蒂亚 即便有人说一嘴克罗蒂亚 你可能会 心里面也说 神经病 最早 在2015年的时候 克罗蒂亚 夺冠的赔率是一赔五十 那么在小组赛打之前 就是世界杯开赛之前呢 克罗蒂亚的赔率是一赔三十四 换句话说 如果说一个月以前 你呢 在相关合法计购 你买一百块钱 这个克罗蒂亚夺冠 那么你将会赢得三千四百块钱 一赔三十四 说明这个赔率呢 是很高 也就是说 发生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 此时此刻 谁敢说 克罗蒂亚没有机会 拿到世界冠军呢 而此时的 克罗蒂亚夺冠的赔率 已经降到了一赔三 原来一百块钱能挣三千四 现在一百块钱只能挣三百 这客观上也表明了呢 克罗蒂亚在世界杯 这个征途当中呢 是不断的累积了自己的能力 并且无限接近光辉的顶点 克罗蒂亚呢 在小组赛当中呢 首先一场比赛是二比零击败了尼日利亚 那场比赛呢 坦白讲 克罗蒂亚运气也不错 尼日利亚又是乌龙的 又是乱七八点球的 乱七八糟 那么接下来呢 克罗蒂亚打了一场非常厉害的比赛 三比零击败阿根廷 那场比赛啊 让无数阿弥是顿足垂胸 也让这个世人呢 对克罗蒂亚的这个能力呢 也是瞠目皆舍 那场比赛莫德里奇 面对着这个 这个 我想不想 就在嘴边 阿根廷的那个 曼城的那个中后卫 叫什么来着 叫什么来着 奥塔门迪 对 面对奥塔门迪 然后左晃右波 一脚大门 非常精彩的一个进球 三比零也让阿根廷 走在了悬崖的边缘 那么最后一场对冰岛 人们会认为呢 两战两胜的克罗蒂亚人早早出现 他们不可能再费什么多大的力气 去跟冰岛人 为什么不成人之美呢 干脆让冰岛也赢球 但是克罗蒂亚尽管上了一些替补 最终呢 还是击败了冰岛 从那一刻开始 你就应该知道 克罗蒂亚人不一般 克罗蒂亚人无论是主力还是替补 当他们在场上的时候 他们想到的就是要赢 就是要赢 那么接下来呢 克罗蒂亚就走上了一条慢慢的加实赛之路 这个连续三场 这个淘汰赛都打满了一百二十分钟 这一点呢 确实让人啊 瞠目结束 丹麦俄罗斯 再加上这半决赛 对阵这英格兰 那么应该说呢 克罗蒂亚在所有的这个世界杯已经打完的六场比赛当中 真正体现他实力的 我个人觉得反而是半决赛 而并不是三比零打阿根廷 因为那打英格兰那场比赛 你突然间感觉英格兰队的队员在克罗蒂亚的人面前变得无力 这一点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战术的克制 而是一种气场的碾压 也就是说英国的毛小伙儿 在这些啊 这个这个 这个 克罗蒂亚人面前 突然间失去了自我 失去了自信 啊 那么克罗蒂亚的这种强 这种对于胜利的渴望 每一次的对抗当中 你都会感觉到 诶看看快看 我们的广告快看 这是中国族小将 我们的孩子拍的广告 来来来 过来帮我这跑 哎 孙晨熙万象李显文 邝照雷 啊 有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吧 你们的世界杯 看了很多次这个伊利的广告 都不知道是我们拍的吧 不知道我们排的孩子拍的吧 是不是都不知道啊 啊 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为有时候广告啊 大家看也不不在乎里面是谁 是吧 这回你明白了 再看见这广告 那都是我们中国足球小将的孩子 明白吗 17号晚上6点 通过我这个一直播 到时候你看一看 我们成立一周年的决赛 啊 然后呢 我们就会去上海 去集训去 8月3号到7号 我们主办的中国足球小将冠军杯总决赛 32支队伍从全国各地赶来 为冠军和梦想而战 啊 然后呢 8月底一定要记住锁定我们这儿 啊 我们去德国 我们去挑战得假的 不来梅 萨尔斯堡红牛 不是奥地利的啊 不来梅 沃尔夫斯堡 多特蒙德 汉诺威啊 然后呢 还有这个比利时的呃 跟特 还有呢 这奥地利的萨尔斯堡红牛 啊 我们去挑战这7支来自于德国 比利时和奥地利的职业队的梯队 好吧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来关注一下中国足球未来的希望 好吧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克罗蒂亚 克罗蒂亚啊 在世界杯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主教练啊 他呢 因为 因为比利奇嘛 他不是不是叫什么 达利奇 呃 那么他呢 实际上是有 过往啊 参加世界杯的这个经验 那因为他本身的是球员 他跟我差不多 94国角吧 应该是94年的国角 98年的也跟着一块踢了踢 啊 那么呢 呃 他呢在中场曾有两个配置 一个呢就是让 莫德里奇和和这个和这个垃圾地奇来来打双后腰 然后前面呢再扔一个前腰啊 就是俩一个是这种配置啊 啊 后来发现呢 不稳 因为什么呢 因为垃圾地奇啊和莫德里奇啊 两个人都有一颗进攻的心 啊 你让谁在后边呢 你让莫德里奇在后边 这不是白瞎白瞎天赋吗 你让垃圾地奇在后边 垃圾地奇也觉得有点难受 于是乎呢 诶 决定啊 改变 变成12 原来是21 现在变成块 啊 后边加了一个布罗佐围棋 11号 大家注意啊 上场这个比赛啊 一个人跑了 他当然他也一个人跑啊 一共跑了16000多米 16公里多 啊 就对英格兰联场比赛 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跑 所以呢 他在后边这一手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他就是一个防守后腰 而呢 垃圾地奇和莫德里奇两个人 可以因此而释放 有更多的可能性 能够呢 啊 不断的参与到进攻 但是 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这个阵型 和法国 无比相像 非常像 英语叫 非常像 四后卫 法国队四后卫 克罗地亚也四后卫 单后腰法国坎特 克罗地亚布罗佐围棋 双前腰 法国是伯格巴加马图伊迪 这边是摩里奇 加 这个 垃圾地奇 法国说 那我有中锋 我的中锋是吉鲁 这边说 对不起 我的中锋是曼珠 那边说 我的两边分别是 但是格里斯曼跟 这边说 这边是两个人 是同卵 分裂 大话长得很像 有的双胞胎 长得不像 有的双胞胎 长得很像 他们俩是比较长得比较像的 那个双胞胎 你看我这严谨吗 你看我这个 你别看我这 你感觉好像是瞎白活 其实我非常严谨 我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 好吧 好了 哥几个 马上就要这个 马上就要这个什么了 马上就要 就要抢红包了 周围有没有朋友 周围有没有朋友 有没有朋友 周围 有朋友吗 现在呢 跟你朋友搂着 甭管男的女的一块搂着 告诉我 搂着之后给我打溜 好吗 跟你朋友搂着 马上就要世界杯决赛了 可以跟你朋友一块搂着 然后呢 这个喝着酒也可以 喝着茶也可以 我们一起唱一个朋友 好吧 一起唱啊 谁不唱谁孙子 好吧 我说了啊 谁不唱谁孙子 好吧 不会唱的也得跟康康 因为就要的这个气氛 好吧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 雨也走 有过累有过错 还记得坚持什么 真爱过才会懂 会寂寞会回首 终有梦 终有梦 终有你在心中 一起唱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有 一句话一辈子 一身影一杯酒 朋友都不曾孤单过 朋友不曾孤单过 一生朋友你会懂 还有伤 还有痛 还要走 还有我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有 一句话 一辈子 一生情 一杯酒 朋友不曾孤单过 一生朋友 你会懂 还有伤 还有痛 还要走 还有我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有 一句话 一辈子 一生情 一杯酒 朋友不曾孤单过 一生朋友你会懂 还有伤 还有痛 还要走 还有我 一句话 一辈子 一生情 一杯酒 来 开始抢红包 好好 开水了 抢红包了啊 厉害吧 哥们一首歌把红包都唱回来了 行吧 你别抢吧 我先休一会儿 八百四十五点九万 今天呢 我说实话呢 我说世界杯呢 马上结束了 世界杯决赛呢 将会在今天呢 进行 要奏响最强 哎呦 完了 这怎么了 这死鸡了 是不是死了 是不是死鸡了 现在 呃 现在我这是死了 人太多了 一下没起来 现在我这个 我这个 弹幕都不动了 怎么回事啊 这有人呢 有人说这是骗子 大哥 咱可别这么说 这可是新浪在做这个事 啊 不可能骗你 你没抢到就是骗子 你猜错了就是假球 别跟这扯着立个人 好吧 凡是抢到的朋友啊 也都发个刀评 告诉他你抢到红包了 好吧 我就发现呢 这中 就是有些人呢 确实是挺挺难伺候的 好吧 他没抢到就是骗子 啊 他没猜中就是假球 好吧 退出再进啊 如果说你要卡的话 你都退出再进 今天你别忘了 现在这这八百多万人呢 好吧 现在七百多万人 抢完就跑了 嗯 有人说没见过有人中 那一百多在那 这边现在呢 正在进行着这个 世界杯的这个闭幕式 他这有点提前进行的闭幕式 先把闭幕式弄得差不多 然后呢 这个到决赛的时候呢 大家更多的就看球就可以了 现在给人感觉好像弹幕已经不动了 你那弹幕动吗 这个承受的压力太大 没见过这么多人啊 还有呢 三次啊 还有两次啊 还有两次抢红包 23点50 也就是说呢 这世界杯的中场休息啊 红包专业户可能一会就撤了 没关系 凡是想看球的 听我聊球的朋友 可以继续呢 留在我们这大V现场 一会儿呢 我们就对着电视呢 跟您一起呢 来交流这个比赛 这个呢 其实应该也是知识付费 共享的 明白吗 但是呢 咱们更多的呢 还是跟这个朋友们一起呢 来分享这个足球 来 我看一看啊 这边 有没有人抢到 抢到的话 你就发个弹幕 我这能看见 虽然我这个弹幕死了 但是我在这儿呢 能看见 我说一下咋想 这不就在这儿呢吗 这就自动就会给你 来 来这个播报 好吗 那么今天的这场比赛呢 今天的这场比赛 大家呢 刚才我给大家讲了几个看点 那么呢 关于这个场上的这个重点人 我给大家呢 一一进行一些分析 好不好 一一进行一些分析 首先呢 两个队的门将 应该说呢 都是非常有实力的门将 苏巴西奇曾经单场铺出过三个点球 洛里呢 打当时0比1输给中国的时候 他就是法国队的门将 应该说呢 是长期以来 也是这支法队当中为法国队 出场次数最多的法国队的队员 有一个朋友说 我抢到了两块一 并且也不卡 这是我朋友啊 给我发的这个短信 所以你没想到呢 只能说运气的 虚伪差一点 别着急 是不是还有两次呢吗 坚持到底才是胜利 好了 坚持到底才是胜利 那苏巴西奇和洛里两个人呢 应该说 洛里啊 门线技术很不错 苏巴西奇呢 摘高空球的能力也比较强 那么今天呢 对于洛里来讲 比较重点的这个就是防空 因为曼朱基奇呢 在温图斯打黄马的时候 都曾经啊 这个连续的投球的攻破 这个黄马的球门 所以防空能力 对于双方的门将来讲 可能洛里这边的任务会更加的艰巨一些 那么后卫线其实要看两个队的中卫 两个队的边后卫啊 应该讲都是有一定能力和特点 但是呢 也都不是决定性的人物 因为呢 像这次的这样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 那么中后卫的稳定 对于整个后防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边后卫可能对进攻会有影响 但是对于防守来讲 那么你一个边后卫 把他做的大差不差 只要不像这个英格兰的罗斯这样 基本上都能够完成任务 乌姆弟弟和瓦拉内 瓦拉内呢 是被低估的一个后防的核心领 未来他一定会成为真正的领袖 而且他并不张扬 但是他有足够的头脑 乌姆弟弟呢 偶尔呢 有时候会犯点 犯点这个 突然之间会短路 包括那个手球 是不是 乌姆弟弟呢 在巴萨的 也得是皮克带着他踢 那么在法国队呢 基本上 也是啊 这个瓦拉内呢 带着乌姆弟弟踢 那么乌姆弟弟有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动作 或者是判断上的失误 今天 乌姆弟弟是否稳定 他会决定法国队 很大程度上决定法国队 后防的稳固 在中场 我推荐大家对 看一下 这两个队的中场之间的对决 相互之间的绞杀 而且我判断 科罗蒂亚可能会人盯人 科罗蒂亚有可能会人盯人 就莫德里奇和这个 和这个垃圾地奇 可能都会找一个人盯 比如说莫德里奇盯马杜伊迪 防守的时候 那么垃圾地奇呢 去限制伯克帕 坦白讲呢 两个人身形都差一点 就得靠脑子 靠经验 靠卡位 才有可能对他对得上 那么坎特和布罗佐维奇 两个人 更多的就是 在中后位面前的屏障作用 这一点如果能够做到 那么将会极大的 稳固 准对的防守 如果说在这个位置上 被调离了 调虎离山 就像这个 科罗蒂亚输给英格兰的 第一个球 四分钟的时候 布罗佐维奇 因为莫德里奇没回来 因为垃圾地奇回来 布罗佐维奇 只能向左去 去增援 但是呢 英格兰把球翼 摘出来之后 布罗佐维奇 原来占据的这个空间 就出现了巨大的空档 阿里啊 是插上 莫德里奇回房 也稍微有点慢 只能在身后犯规 然后 把这个球打进了 大家可以呢 看一看 我这个微博上 发的小视频 那么在前锋线上 其实两个队的前锋啊 是有不同的 比如说 吉鲁跟曼珠 其实是两个概念 曼珠呢 是相对来讲 有时候愿意用空中 头头 身体 而吉鲁呢 往往是走位 飘忽 这俩人其实不但一样 这个吉鲁啊 有点勉力藏针 而这个曼珠基鲁呢 是属于大开大合 性子也非常烈 那么呢 姆巴佩 他的特点 那在这个 在这个克罗地亚镇中 是没有人能有这个 没有速度 你说是雷比奇的速度快 还是佩里希奇的速度快 那都没有姆巴佩快 但是姆巴佩呢 这种利用纵盛能力 肯定要强于 这个佩里希奇和这个雷比奇 但是佩里希奇 你别忘了 他是带刀的 他是带刀的 他跟这格列斯曼 两个人呢 都有得分能力 都有得分的能力 雷比奇呢 可能相对弱一点 但是雷比奇的冲击 有可能的会 起到一个前置作用 所以两个队的封线 是有一定差异的 法国队呢 要制造出身后的空档 通过 吉鲁的侧影 通过格列斯曼的这个迂回 然后呢 主要就是为姆巴佩制造 身后的空档 而这个曼珠这边呢 是需要的传中 而并不一定 非得是纵身 所以为什么克罗亚 有时候会压上 因为他觉得 他打反击不是优势 因为曼珠的速度 不够快 这个雷比奇的速度 也不够快 佩里希奇有一定的代表突击的能力 但是也不是说利用纵身特别厉害的 而恰恰 他在门前的强点 是他的优势 所以呢 坦白讲 法国队能不能打破纵身 而克罗地亚能不能打开宽度 是这两个队 在今天进攻当中 看看能不能打开局面的很重要的因素 当然定位球 永远对任何队 哪怕对法国 克罗地亚 还是对沙特 还是对伊朗都格外重要 定位球的这个运用 那么翻开世界足球 世界杯的历史 我们已经有两届 是连续两届世界杯 90分钟零比零了 连续两届了 10年南非 对不对 伊尼斯塔 120分钟之内的这个绝杀荷兰 14年的这个德国 格策 120分钟之内 是这个击败的这个阿根廷 是不是 已经连续两届世界杯决赛 90分钟是零比零 按照玄学 怎么着也不应该零比零吧 所以明天李鑫肯定会喝 基本上咱喝 他猜零比零 如果这场球是零比零 大家也不要奇怪 因为按玄学 是吧 64场比赛 现在63场过去了 只有一个零比零 这个确实有点反常 真的 有点反常 因为呢 我这个现在这个弹幕已经是 这个这个完全是 弹幕的已经完全亮了 亮了啊 大家看这个 这个我朋友啊 我这朋友发来的这个 他抢了两块 两块多啊 所以呢 并不是说是 说是你没抢到就是骗子 千万不要这样 心态放平 心态放平 我这么多年抽奖 我就是在19 2002年的时候 中国足协组织一什么会 我们去开会 然后他要抽奖 足协杯的什么闭幕室吧 然后最后我抽到一个 一个电饭宝 我这么多年 现场抽奖 从来没抽过 就那次抽了一个电饭宝 我现场120点卖了 因为我拿不回去 我觉得能翻 那么这个世界杯呢 迎来了这个决赛 对于这个球迷来讲呢 一段生活呢 一段与足球相伴的日子呢 就要告一段落 比如说现在你20 那么在世界世界杯中 你就是24 比如你现在28 那么下一届世界杯的时候 你就32 所以呢 每隔四年 我们会迎来这样的一段日子 然后我们回忆 我们已经走过的人生之路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你是球迷的话 你会记住 那一年有世界杯 那一年的世界杯在哪 那一年冠军是谁 那一年你爱上了什么人 那一年你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这就是属于球迷的 一种特殊的记忆方式 有人呢 在这里边说 我还能看见啊 我还能看见 有人说那我就奔三了 小罗在现场 是吧 别着急 一会儿呢 到了11点 我就把这镜头一转 我在沙发上 看着电视 然后跟大家一起呢 来分享 有的朋友啊 老让我预测 其实赛前的预测呀 基本上呢 都是属于啊 根据现有的情况的一些判断 但是比赛一开打 有一些细节 他可能真正的招式呢 是比赛的进程的方向 所以今天呢 我们根据这个比赛开始之后 我用我看球的一些方式 跟大家去交流 看看我看球的角度 大家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 然后呢 也许对 也许错 反正总而言之呢 我是一个热爱足球的人 我也是一个球迷 当然我也是一个足球的评论员 那你们也不妨呢 来根据我的表达 来去看看另外一种人 他看球的时候 他关注的是什么 他通过什么样的细节 去给出什么样的一个分析和判断 那么现场呢 现在有很多的 这个科罗地亚的球迷 现在镜头呢 已经是给到了现场 我们索性啊 也都搬过得了 现在咱们就搬过来了 哎 不行 这边大杯现场 还没办法呢 别着急 那么这些世界杯呢 你看我记录了很多的笔记 很多的笔记 这里边呢 也会去探寻一些规律 当然了 这个足球呢 最大的魅力 就在于不可预知性 就像一个月前 谁也不知道 说科罗地亚人能够 能够最后闯进决赛 对吧 这一个月前 谁也不知道 说德国队小祖赛 结束呢 就打道回府 所以这一切呢 都是足球的魅力 本身 一个充分的体现 好了 世界杯呢 马上就要开始了 很多的 很多世界杯的决赛 世界杯的决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球迷朋友都已经有点 耐不住寂寞了吧 我准备要 球迷朋友都已经有点 准备要出发的感觉 是吧 就就就在 起乘的时刻 让我为你唱首 这这歌算了 这歌不好听 也不能不好听 这是我朋友写的 这是水门莲华写的 来唱一首 悲伤的歌 沟业飞舞将要去何方 只留给天空美丽一场 曾飞舞的声音 像天使的翅膀 划过我幸福的过往 爱曾经来到过的地方 依稀留着昨日的芬芳 那熟悉的温暖 像天使的翅膀 划过我无边的心上 相信你还在这里 从不曾离去 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 若生命直到这里 从此没有我 我会找个天使 替我去爱你 相信你还在这里 从不曾离去 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 若生命直到这里 从此没有我 我会找个天使 替我去爱你 我会找个天使 替我去爱你 你 这首歌就是西单女孩 其实西单女孩唱红的 在地下通道里边 这首歌曾经感动过很多人 其实他这个歌原唱叫安虎 有一次我输给他了 我去山东卫视参加一个跨界的比赛 最后我输给他了 为什么输给他呢 因为他唱的这首歌 那他肯定唱这首歌太有感觉了 是吧 最后我输给他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没有烦恼 没有那悲伤 自由自在 身心多开朗 忘掉痛苦 忘掉那地方 我们一起汽车去流浪 虽然没有花下梅雨伤 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看一看 这世界 并非那么凄凉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望一望 这世界 还是一片的光亮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看一看 这世界 并非那么凄凉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望一望 这世界 还是一片的光亮 这世界 还是一片的光亮 OK 这个 一个小时的这个节目呢 就先到这儿啊 其实也不停了 其实也都都 我后来我想起来了 都叫大V现场 都叫大V现场 所以呢 无所谓了 没有这个背景 那也没有办法 我试试啊 我把这个背景 我看看 我琢磨一下 忘掉痛苦 忘掉那地方 我去 太厉害了 厉害了 厉害吗 哈哈 我还自己会还得曝光吧 不行了有点黑啊 嗯 亮吗 哈哈 怎么有点像坏事呢 嗯 好 没关系 就这么着了 也挺好 嗯 好了啊 大家好 我是 我是董路 我是董路 今天呢 咱们一起呢 来啊 关注一下这个世界杯 哎 我怎么觉得有点黑呢 嗯 怎么样 哈哈哈哈 厉害吧 这小光打的 嗯 好 有点热呀 这光 哎呦 好 有点热啊 嗯 好啊 很多朋友呢 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们等待一个月啊 最后呢 这个冠军的谜底啊 终究将会揭晓 也许是90分钟以后 也许是120分钟 或者150分钟以后啊 总而言之呢 啊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着世界杯 能够在今天啊 奏出最强音 能够呢 给人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好吧 给人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那么此时此刻呢 双方队呐呢 都已经是列队啊 进场 啊 双方呢 现在正在是 呃 勾肩搭背啊 呃 你看这个法国队这个 他这个什么呀 他这个 呃 镜头啊 一会儿高的 一会儿 呃 坎特 走 急鲁一会儿 呃 呃 呃 哥雷兹麦啊 所以他基本上是玩的是这一路啊 呃 这个 这个世界杯期间呢 我配了几段这个 德尚啊 配了德尚的这个 呃 呃 几段这个 采访啊 应该说还是挺有意思的 大家有 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啊 我觉得好像 还不如没有这个光 我觉得暗点就暗点 是吧 哎 哎 这这 这这这 这有点变态啊 嗯 感觉 是吧 按点按点啊 无所谓啊 主要是听听声啊 听声 好现在呢是奏克罗地亚的国歌 嗯 嗯 反而更 清爽 是吧 反而更清爽 我这说了一个多里 一个 我就说了一个 一个多小时啊 我得找点水喝 好吗 比赛没有开始 不要着急 现在比较难受的就是没有弹幕啊 哎 没有弹幕啊 我只能用手机去看评论啊 不过这也倒好 这也就是正好能够想删谁就删谁啊 哈哈哈哈 啊 今天呢 这个法国总统啊 还有克罗地亚的总统都来到现场了 说实话呢 挺羡慕这样的总统的啊 能够啊 在这个世人面前 最后呢 能够展示出来自己的风采啊 嗯 毕竟 一个国家的足球 你看那哥们看完了之后都哭了啊 国歌想起国歌唱完之后 老哥已经 已经是泪流满面了啊 提前就进入到角色了 有可能啊 您的这个 所看的这个 视频源呢 跟我这个 呃 会有点出入啊 现在呢 画面正在介绍 法国队的首发阵容 啊 官方电视台给出的是一个 4231啊 我相信呢 绝对不会是4231啊 那当然也可能 也可能是 这个 呃 得上呢 是出奇制胜 也有可能 好吧 呃 今天在现场我估计有不少中国的球员 啊 至少我知道一个 就是我们启航足球队的小徐 啊 大家如果看过我们的那一部的纪录片 约战西班牙 里面有那个小徐 就他自费啊 呃 瞒着我自己买机票去的西班牙 啊 双方的主教练呢 是在赛前进行有好的这种沟通啊 双方的队长 法国队呢 是1号洛里 而这个 克罗地亚呢 是10号莫德里奇 大家可以留言啊 我能看到 但是我就只能通过微博这种方式 来看到 对 李显文也在现场 对 我们中国组小将的队长李显文 呃 也在现场 他也在现场 现在呢 是视频裁判组 实话讲呢 进入淘汰赛之后啊 搁几个就再怎么没没怎么看见过 VAR 啊 这跟小组赛完全不一样 那官方电视台给出的克罗地亚的阵型也是4231 我感觉这个也是有点不对啊 呃 这边的是把莫德里奇呢 顶在了前腰位置 我更相信呢 他应该是一个三中场 啊 应该是一个三中场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 主要是拼 拼中场 啊 拼中场 我看看这个角度也好一点 是吧 嗯 我觉得这个角度好一点 嗯 这个角度好一点 嗯 不是 这个角度好一点 显得人多魁梧 啊 波哥巴 波哥巴 波哥巴能不能够充分的 展示自己的才华 好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决赛马上就要打响了 这里是新浪的 微博的大V现场 我是懂 我是一个足球评论员 不管你知不知道我 今天呢 我相信你能记住我 好了比赛开始了 呃 法国队呢 是21号维达和洛弗伦 洛弗伦 洛弗伦呢在半决赛结束之后呢 也是呃 勒洒赛场啊 当然是激动 幸福啊 这个泪水 曼朱基奇 半决赛当中呢是绝杀英格兰 钢铁战士 这一步呢 开始过后呢 母八配呢是在右路 格列斯曼的位置呢 比较活 他刚才甚至一度呢 也走到了这个右路啊 跟这个母八配啊 来会合啊 我这个目光 要不然还是 这样吧 好一点 要倒 没对 要倒啊 现在是1分33秒 1分呢 34 35 36 37 好了 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 整个的阵型 基本上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坎特伯格巴 嗯 今天呢 这个非对称性 非对称 站位啊 注意啊 这个 这个 母八配啊 这个母八配在右路 这个没有问题 格列斯曼也经常到右路 他留在那边要打转移给马图伊迪 你你你你注意啊 这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克罗迪亚前厂抢断的时候 啊 啊 主栽判 吹了克罗迪亚犯规啊 10号 莫德里奇 今天呢 他是厂商的队长 当然他其实一直是厂商的队长 啊 这莫德里奇啊 确实虽然个小身体啊 看上去呢 比较瘦弱 但是往前扎的那一下 特别猫 断了 克罗迪亚来了 佩利奇奇 进区之内踩单车 这个球啊 自己给自己给踩晕了 佩利奇呢 拿到这个球啊 来自于前场的断球 斯特里尼奇 这是克罗迪亚的左边后卫 界外球看啊 是大力的呢 哎 交脚下背身 相当于篮球里边 那个背身单打 啊 法国队后场出球有点困难 呃 开场过后这三分半啊 给人感觉呢 克罗迪亚还是保持了 他呃 淘汰赛以来的那种高昂的 那种士气 每一次拼抢 每一次对抗 都是百分之百的投入 法国队现在这么快 就进入防守状态了 我以为怎么这 得先对攻个十分钟呢 哎 这就是常态了 啊 法国队实际上是半场防 伯格巴呢 去逼这个 垃圾地齐了 这场比赛可能两个人是对位的 注意啊 大家可以注意到进区湖顶的佩里希奇 佩里希奇呢 从左边路啊 游动到了中路 这个时候呢 法国队的 法国队的这个 禁区湖顶的保护 刚才出现了空档 主要就是刚才 伯格巴呀 不理性的一个 非常 盲动的一个 现在是4分24啊 因为弹幕不动了 所以我这时也看不到大家的留言 不能及时看到 啊 4分40秒啊 4分40秒啊 雷比奇逮坎特啊 国内有很多的消息 说坎特7岁的时候还在捡垃圾 这一下好 直接说咱们是不是看看 把全国捡垃圾的孩子都都 都召集起来看看有没有坎特啊 没朋友 当然我这个是开个玩笑啊 我只是说我们又开始跟风了 一个捡垃圾的成了球星 好像捡垃圾的里边就有球星 不能这么聊啊 今天呢伯格巴和坎特的位置 可能还真是 相对来讲呢是滞后 而马图伊迪开始前查 他主要是为了要牵制住啊 摩托里奇 注意啊 马图伊迪今天为什么要投入进攻 主要就是 他跟摩托里奇是对位的 他要打摩托里奇的任后 今天这个战术注意 这我现在发布第一下预警 啊 啊 科罗迪亚的防守的阵线呢 要比法国队要 前提10米左右 这场比赛呢 双方到现在为止呢 还没有射门 反正这几分钟啊 确实是 看不出谁更厉害啊 随着比赛的进行吧 慢慢的我们解读一下双方的 这个技术战术 这种 现场的呈现 法国不攻嘛 我看到了啊 海兰勒武路 说法国不攻嘛 说法国为什么不进攻啊 进攻得有球啊 现在球权不在自己手上 6分45 房间有空调 刚打开 刚才忘了 现在在编路 伯格巴移动过来 伯格巴这个大长腿啊 就是在防守当中呢 是 有他的功用 拿平板看 拿平板看 垃圾利奇很活跃 哦 这球二打二的配合 底线传中 这个球啊 在编路垃圾利奇啊 跟自己的这个队友 做了一个非常导妙的配合 穿当 穿了这个 帕瓦尔的当 净亏这姆巴佩啊 回来协防 你看看啊 从这一个镜头 7分35秒这个镜头 可以看出来 连姆巴佩 都回到本方的底线处 啊 来协防 说明今天的得上 对 防守的要求 具体到了人 你对谁 啊 一对一 定位球 可罗迪亚的定位球 脚球 摩特里奇来主罚 脚球起来 第一点呢是 法国队顶出来是吉鲁啊 吉鲁也是忽前忽后啊 开场过后 大家看啊 一次是姆巴佩 呃 协防到本方底线 禁区内的底线 一次呢是吉鲁啊 在防角球的时候 把球解围 现在法国队要反击了 哎 克罗迪亚就是他的 赛前的应该是部署 啊 直接把带球的 想要发动反击的伯格巴 直接给 给亮在那儿 完事啊 啊 接着就到了吧 啊 这中场我们再转过去 好吧 啊 这数不多了 啊 当然是这里是大杯现场 我们每个整点 啊 您那个爱他这个 每个整点 啊 你看围观世界杯 啊 也有这个大量的 呃 大量的 这个活动啊 红包大家都可以来参加 啊有这个 大家可以啊 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 包括 这个世界杯吐槽大会啊 啊 包括这个 给 嗯 给这个友军 投票啊 这榜有毒 是不是都可以去投票 嗯 啊 双方呢 开场之后这拼抢啊 啊 感觉克罗蒂亚这个更有劲儿一些啊 啊 法国队现在有点找不着北啊 啊 外脚背 这球太漂亮了 撕到左路 一对一 啊 佩里希奇这个球啊想一脚传球 把这个球啊踢刺了 踢刺了 给人感觉呢 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呢 克罗蒂亚人 表现的更更强大一些啊 今天法国有点像个442的 当然这个阵型啊 也会随着比赛的变化 啊不断的在调整 马图伊迪现在已经是回防到了左路 主要啊 是根据对方 我应该是打得人 人盯人啊 应该打得人盯人 卡特啊 重点要照顾一下莫德里奇 法国队打防反这是肯定的了 这不用说了 漂亮的传球 啊这个球啊是佩里希奇的插上 佩里希奇啊在进攻当中 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左边路 他往往就成了一个第二个 这个前锋 利用曼珠基奇的牵扯 然后他高速插上 这个球啊 停的其实稍微大了一点 但是 呃这种船跑的配合 非常的默契 佩里希奇啊曾经被很多的豪门 啊这个挥舞橄榄枝 但是法国队往往呢 他的被压迫当中 他的反击随时会掀起 并且呢 在前场也有啊随时可以终 终止 终结比赛的人啊 比如说姆巴佩 比如说格里斯曼 包括吉鲁 格里斯曼 前12分钟基本上是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啊 啊 法国队现在开始组织进攻 啊把法国队啊直接从中场逼到了回传门架落里 一个大脚这是破高位逼抢的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大脚把把这个前场逼抢的人都给他越过去 格里斯曼的回敲 马图伊迪今天呢主要是想对位莫德里奇 姆巴佩你看 这个佩里希奇啊跟这个姆巴佩抢球的时候下脚特别狠 当然不是被踢人啊 但是就是要把这个气势给他体现出来 这个啊在比赛当中啊 有时候对年轻球员你狠一点 是吧 有时候你在里边在底下再配点音 一边喊的就 在这个年轻队员有的时候他就会害怕 姆巴佩说我也不是下大的 是不是 能给我们看屏幕吗 听我解说 这不行啊 这完全的问题 是吧 现在是13分11秒 13分15秒 现在克罗地亚呢更多的想要通过呀 这种地面的短传 在局部呢形成一些人数的优势 那这个球呢是配合失误 这个球前14分钟很像0比0啊 哈哈哈哈 反正啊这球啊 谁先进球 基本上 十有八九了啊 谁先进球 基本上十有八九了 因为这都是双方的第七场比赛 如果说克罗地亚的话呢 他们可能还多踢了一场 当然他的主力呢 中间都休息了一场 克罗地亚小组赛的第三场 缓了一场 然后法国队也是小组赛第三场 派了一些替补上去 哦佩里希奇左路来了 看传中吗 这个球啊没有传起来 这个球啊就是打 先利用高度 利用这个曼珠基奇 利用曼珠基奇的高度 然后呢二点球下来之后 佩里希奇呢在左路的高速的插上 克罗地亚呢他这个足鞋腐败 联赛混乱啊 竟然还有很多社会 端着AK47 让你这场球输 金队输 让你这场球赢你得赢 然后呢这轻讯体系 其实也没有完全的特别的健全 但是他打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所以中国别说这个跟我们挺像的 学一学吧 啊这又受伤了 这个佩里希奇啊有的时候呢还会换位啊 有时候还会到右路 逆足脚来打一打 另一侧的边路啊这样内切的话能射门 姆巴佩啊 姆巴佩的位置退的比较深 因为他现在还没有找到可以前插的空档 但是现在动了动了 姆巴佩动了 他动了啊 突然之间这个一个中路的插上 吉鲁啊 这步伐有点缓慢 你看没有 但是真真拼 吉鲁现在跑的时候他是晃的 法国队现在是不是可以攻一攻了 因为已经是16分28秒29秒 法国队还没有看到克罗地亚的禁区 姆巴佩来了 突破变相进去了 船中到三角 这个球大脚解围不就完了吗 这克罗地亚有的时候后防线处理球不干净 还是看佩里奇奇的 这个球也丢了 法国队打回头 格里斯曼的突破 对方犯规了 对方犯规了 这个球可是在射程之内的 这个一切就源于克罗地亚那个解围那个队员呢 拿左脚往外端跟个老太太似 布罗佐围棋 这个球好像稍微也有点啊 看啊 有点踩脚 有点踩脚 布罗佐围棋认为呢 我没犯规 啊 这个地点对于格里斯曼来讲 左脚是可以直接打门的 左脚可以直接打门的 当然也可以传注意啊 帕瓦尔 帕瓦尔在右路 这边左脚一给这就下去了啊 注意啊 哎这边发现了 就占了一个人的人强 这点太胆大了吧 有了 一比零 我说怎么就占了一个人的人强 格里斯曼的助攻 这是格里斯曼的第三个助攻 这是格里斯曼的第三个助攻 这甚至是法国队的第一脚射门就进球了 第一脚射门就进球了 第一脚射门就进球了 看看是乌龙吗 乌龙 好像是乌龙啊 球起来了 曼朱基奇 哦 曼朱基奇啊 好久没有乌龙了 终于又乌龙了 曼朱基奇是奔着瓦拉内去的 但是呢 瓦拉内冒顶了 没想到呢 曼朱 投球这一蹭 一比零 法国队领先了 法国队领先了 甚至 法国队还 队员都没有破门 这是要看 看VR吗 没有 没有问题 法国队凭借曼朱基奇的乌龙球 当然这一切呢 都是源自于啊 我为什么说 刚才我那么特别痛恨 那个解围的那个人 就在于呢 不干净 包括佩领希奇往前输送 也是被法国队前场断了 断了之后 防守的 体系没有建立起来 所以呢 出角就会比较 比较的这个匆忙 比较鲁莽 犯规了 是吧 是乌龙球 是乌龙球 那这个比赛呢 因此 就会变得更加开放了 没有办法了 克罗迪亚必须得上去了 而法国队呢 先进球 他们会不会 重新走上 对比利时的那条道呢 也是早进球 然后一直就把对手控制住 看一看这个 看一看这个 莫领希奇的 边路 右边路的任意球 定位球太关键了 定位球太关键了 点有点低啊 维达 维达投球向后甩 但这个球有点低 所以甩起来的比较费劲 这维达是个很很很角色啊 有点像早年间呢 国产那个电影武打片 少林寺里那秃鹰呢 你要把他那个头发都剃掉 就是那秃鹰 特别狠 就是一个字狠 看感冒都得花个万八千的 我现在可以看弹幕啊 大家有什么想 想聊的也可以发 好吗 现在有多少人我都不知道 打一个弹幕告诉我 现在有多少人在线 因为我这都 我这整个画面 现在除了我是活的 剩下全是死的 嗯 怎么有人还发发布告了呢 这我不关心的啊 这这这跟我都关心 他的师看球吧 好吧 他的师看球吧 好吧 让我们的亲人啊 嗯 过得幸福就好了 好吧 哎 吉鲁把球断了 这球啊是吹的手球 吉鲁我都蹦进了 不是不是 啊 法国队的中场断球 伯格巴送 哇 姆巴佩这球挺大了 哎呀 这个球啊跟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不过呢这个时候 克罗尼亚的反击也可以提速了 垃圾地齐再往前走的时候 对方犯规了 趴玩 刚才这个球啊 姆巴佩要是往外线领就进去了 哎 双方在中场犯规一定多 因为呢 必须不能让对方啊 把这反击打起来 不过他刚才内脚的直传 确实是相当有威胁 呃 他曾经啊 这个在之前的台当中也是啊 呃 为五八配呢 送出这个直线的身后球 有朋友可能刚看是怎么法国院进球了 这个球门将呢 哎呦 门前倒一大片 扫倒了一片 只扫倒了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人叫一片啊 伯格巴 这个带球啊 吐脚了 打回头 这有机会啊 可是门前只有一个人 雷比奇 大门 这球啊是垃圾地齐啊 这一脚射门呢 防梁上的瓦都下来了 刚才这个球其实禁区之内也有犯规 这要是在小组赛 故意就吹了 但是现在基本上都吹了 足球又回到了原来的野蛮 哈哈 来自野蛮民主主义共和国啊 哎 是不是可以稍微来点声呢 哎 上半场比赛呢 已经过半了 比分呢是1比0 18分钟的时候 啊 法国队的第一次的前场的任意球 罚出之后呢 瓦剌内的这个幻影的游动 啊 搅乱了 曼朱基奇的双眼 曼朱基奇啊 奋力想解围的时候 结果呢 球啊 蹭了自己的头皮 飞入了圆角 世界杯开赛之后啊 曾经有一度乌龙球非常多 后来呢淘汰赛没怎么出现 这回终于来了 又来了个乌龙 科罗迪亚人又一次面对落后的情形 这应该说呢 对于他们来讲也已经习惯了 好像之前也有过落后的情况 然后把比分翻平 是吧 对丹麦好像就是落后 然后对这个英格兰也是落后 有一位叫张倩的朋友啊 他说画面不同步 能把你的电视画面也直播 我说了啊 因为这是版权啊 就新浪微博没有版权 没有比赛直播的版权 我要是漏 那要这么着的话 那不就乱了 是不是 咱们还得尊重 尊重版权 好吗 现在25分37秒 那我就不解释 有没有同步的 那同步的没有的话 我呢就不解说比赛了 我就只只聊就完了 好吗 有朋友啊开心汉2018 说这是第12个乌龙球 本届世界杯的第12个乌龙球 我们在23点50分将会有第二次的红包雨 也就是说中场休息的时候 在这儿 我想说可以打出3.2吗 3.2这个比分反正有点大啊 因为历届世界杯决赛啊 最近 基本上 嗯 除了那个 好像除了最近呢 除了2002年世界杯啊 2比0比较干脆 剩下的可能都是一个球 都没超过两个球 姆巴佩 姆巴佩呢 给队友做了一下之后呢 想打一二挂 这边的泡腕上来 我的外卖什么时候送来 我没点外卖呢 我也有点饿了 哎呦 给了坎特啊 给了谁黄牌 给了坎特啊 吹了坎特在身后的犯规 佩里希奇 这个球坎特聪明 你别看他这个好像 好像是个蓝领 他很聪明 他要伸脚的话就太明显 所以呢 他就沿着对方跑步的时候啊 要抬腿那个线路跑 呃 就让他自己办 但是裁判还是明察秋毫 垃圾地齐莫德里齐 两个人呢站在球前 这是距离大概球门 有三十米左右的一个中路的任意球 垃圾地齐跑动 莫德里齐掉后点 头球摆过来 曼珠基齐卡申位再点 第三点 架炮 佩里希奇 漂亮 连续的空中作业 把比分搬成了一比一 这个球啊 从他的组织就是找找这个第一点 啊 投球第二点曼珠 第三点又是 啊 这个这个 这个 关键呢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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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架炮这个 是不是韦达 看一看啊 看啊 慢动作 第一点顶进来 第二点 曼珠 第三点再顶 落下来 架炮 右脚一勾 左脚打门 佩里希奇太漂亮了 韦达 韦达为佩里希奇做饼 一比一 俄罗迪亚搬平了 两个球都是定位球 两个球都是通过定位球 但这个定位球呢 这个有点设计 第一呢 垃圾利奇要先假跑 然后第二个呢 是有一个队员呢是后杀上 我看不知道是不是洛弗伦呢 还是谁啊 然后呢就是 三点 都失去控制 最后这一架炮 佩里希奇 第七场比赛的第三个进球 没想到啊 这场比赛三十分钟 就已经有两个进球了 对于年轻的法国队而言 先领先再落后 不是再被扳平啊 先领先被扳平 可能这个心理啊 在未来的五六分钟 得需要调整 如果是中立球迷的话 那应该说这比赛好看了 好像有一点阅位 哦 姆巴佩还是阅位了 现在这个阅位 有时候少会慢一点 因为 因为呢 他要看你拿不拿球 这个球呢 姆巴佩啊 前差之后 回来的有点慢 怎么今天没有给总统镜头呢 今天呢好像 双方呢 在中场的这个绞杀呢 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 不过佩里希奇的这个进球 确确实实的是非常提气的 关键整个这个配合 空中作业 法国队那么多大个子怎么 怎么前三点都没征着 前三点呢都没征着啊 有一位朋友叫小哈乌迪说 感觉法国队有点慌了 心态发生变化了 也不一定啊 因为这个队应该讲 虽然说有年轻队员 但是也有一些老将 前场逼抢了坎特 伯格巴被穿当了 坎特又回来了 哥罗地亚的反击打 打右路 这球啊追上了 追不上了 啊我低头的时候给 给给我没看见啊 对不起 所以我还以为怎么 什么情况 等一会呢我角色扮演下半场 关键时刻啊 我给你扮演一个教练 然后怎么喊 但是关键你这画面得对上 要不对上就出不了效 现在比分的啊 现在时间的是三十一分四十秒 三十一分四十二 三十一分四十三 比分是一比一啊 都是通过定位球啊 这次决赛也是再次印证着 这一届世界杯 叫做定位球之杯啊 看不得定位球快占一半了 对上了是吧 三十二分零八秒零九秒 很多朋友对上了 太好了啊 说我比央视快两秒 啊我是个走在央视前门的人 哥罗地亚人的头球的运用呢 要比法国队更多一些 不过去 洛里一个大脚 这回找姆巴佩 关键看第一点 哎呦这球顶的直接 只能顶出底线了 这是洛里啊 直接发动的门球啊 这个长传的反击 维达表现的还是比较本贴 姆巴佩啊 这个冲击力确实会让 这个后卫有点寒恶 所以呢赶紧呢 就是甭管先顶在哪儿 已经没有什么目的性了 先把这球破坏再说吧 因为姆巴佩 带着一阵风就过来了 角球啊 注意看法国队的角球 格里斯曼 法国队开始跟英兰学啊 我们为了寻求美排成一条队 干脆呢 这克罗地亚说我不顶了 你这五个人随便 我干脆我把这个区域给站住 这是区域防守 哦 这个球真的差一点 马肚伊迪 投诉打手 投诉打手 哦 是不是VR要用上了呢 看一看 完了 哦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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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还真打中了佩里希奇的手啊 这个球还真打中了佩里希奇的手 这个球怎么判 按说呢 这个球 并不是说是有意识的 但是确确实实是改变了球的方向啊 他会不会自己看呢 他会不会自己看呢 完了 VR出现了 看一看 看一看这个球怎么看 这个球确实是改变了球的飞行方向这是 但是 但是是个自然的那你跳起来是得这么跳吗 有没有一个主动扩张的这个这个主台判在这想呢 这个球怎么判 这个球要是我的话我倾向于不判 又回去看了一遍 又回去看了一遍 他又回去看了一遍 看看怎么办 VR给了点球 给了点球 我去 给了点球 有点严厉 稍微有点严厉 但是这个这种球呢 这种球啊 只要是看VR 那就基本上得判了 要是没有VR呢 反正稀里糊涂就过去了 稍微有点严厉 但是呢 也正常吧 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在法国那 不也得判吗 对不对 平常心吧 没想到啊 这佩里希奇刚打进一个漂亮的球 你说法国这两球一个乌龙一个手球 格列兹曼将会面对苏巴西奇 格列兹曼将会面对苏巴西奇 有克罗地亚队员呢 过去跟格列兹曼说 这球你好意思进吗 啊 格列兹曼 你觉得你好意思进吗 你叫格子 我们也是格子军团 这球你别进了 过去的五个点球 都发进了 三个是打球门的左边 两个是打球门的右边 这个是不是会打中间呢 这个会不会打 现在格列兹曼呢来主罚这个角球 这个点球对不起 有点激动了 格列兹曼来主罚这个点球 面对的是苏巴西奇 助跑 打门没有问题 法国队二比一领先了 法国队二比一领先了 格列兹曼呢 欢快的倒起了兔子骨 啊 现在对 对这个克罗地亚来讲呢 这是个考验了 这俩球丢的有点稀里糊 稀里糊涂啊 马图一迪啊这一蹭 没想到呢 后边呢佩里希奇 这个手啊正好在那 裁判通过VAR 最终的判定是点球 格列兹曼呢冷静的把球打进 向着金球的目标啊也是带进了一步吧 今天呢上上场比赛绝杀的曼珠基奇一个乌龙 本场比赛搬平的佩里希奇一个手球 难道这是命运的啄弄吗 但是大球出来了 仅用了39分钟 当人们谈论这场比赛有可能会是 呃一两个球决胜负的时候 现在双方已经打进了三个球 感谢定位球感谢手球感谢乌龙 让我们祝福他们投球 这在门前呢这球没有抡上 刷好雷比奇 别着急这个球还会有的 刚才有一个朋友说3比2是吧 感觉今天是一个进球的盛宴 姆巴佩这边还没什么发挥呢 终于跑起来了 右脚传中 这球呢是吹了范围给了黄牌 给了黄牌 动作有点鲁莽 莫德里奇现在是上面场比赛接近尾声了 因为看了VAR可能还得补两分钟 21号 埃尔兰德斯已经领到一张黄牌 包括法国的中场的 防守后腰坎特也是黄牌 动作要加小心 今天的马逊一笛随时会回撤到左后卫 甚至一度啊形成一个五后卫的状 看马途一笛一直在盯着对方的右边右边后卫 看上去了吧 格里兹曼现在应该讲一传一射呀 论进球的精彩程度那肯定是呃呃呃 贝里兹奇的这个更精彩 但是呢足球比赛就是这样 主要看 谁的进球多啊 怎么进的拿舌头舔的 拿脚后跟脖梗子都可以 嗯 姆巴佩现在虽然说没有找到自己 但是他的同事把这事都给该办都办了 包括对手 哇双方也是人仰马翻 连续的倒地 又是定位球了 如果 Step Boy 如果上半场呃肉迪亚能够通过这个定位球再但也分的话 呢还可以啊 比赛还有得打 还有得看 摩特里奇挑到后点 嘩 这个球 二点球进区之内打门 伯格巴呀 舍身 堵相言 刚才是洛夫鴻呢 在后点 想到了一个机会 右脚打门 球打在了伯格巴的身上 弹出了底线 垃圾蒂奇来 主罚这个脚球 前点后蹭 法国队差点也来一乌龙 这门前的一片混战 有人倒地了 比赛还在继续 这撞 乌姆弟弟 乌姆弟弟倒地了 刚才这个球也是在禁区里边的一片混战 乌姆弟弟被对方大屁股给做了一下 现在不到什么情况 如果中后卫要受伤的话 这个对防守有影响 还没事 暗起来了 不过这次防守 他可能参加不了了 上半场补食三分钟 估计这球得罚完了 才能进去 现在法国队是少一个人 防定位球 这是机会 违达 违达是脚球的冲顶 这个球呢 还是在空中啊 有个转体 好了 上半场比赛基本上就这样了 一会儿呢 中场休息 在二十几分钟以后吧 咱们就可以抽 红包 上半场补食三分钟 伯格发 利用身体控球丢了 直接打反击 这边二打二 这个球可以停啊 曼珠可以停啊 今天曼珠不在点上 百分之六十一的控球率 法国百分之三十九 嗯 只有一次射门 就那点球 厉害吗 法国队只有一个射门 二比一领先 这门还是点球 哎呦 怎么样 这就是足球 克罗迪亚七角射门 发个微博吧 怎么着也得射一脚啊 嗯 嗯 对吗 笑 对吗 对吗 一边 一边 有点 这边 有点 对吗 有点 有点 好,上半场比赛结束了 还没没没结束呢 把来的一条前传 现在是结束了 好了,好了,朋友们,咱们倒过来 大V现场 马上是还有一分钟就要发红包了 因为我现在弹幕看不见 所以大家做好准备 我们还有两次 一次马上要进行 还有一次是比赛结束之后 大概在0点50分左右 还会有红包给大家 都抢到了没有 因为我这边看不见 我这边看不见 应该说呢,整个上半场的比赛呢 远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这个双方的这种更多的你来我往的进攻 克罗蒂亚呢,倒是保持着自己的这个一贯的风格 有七角射门 佩里西奇的进球也很漂亮 但是呢,法国队呢,现在是领先的一方 他们只有一脚射门 这一脚射门呢,来自于格列兹曼的那个点球 换句话说呢,运动战没有射门 如果没有那个点球的话,他们就零射门 但是呢,没关系,因为有曼竹基奇帮他们射门 所以呢,这个比分就是2比1,领先的是法国 39%的控球率 我最早可能提出来的就是法国队 他的这个四成的控球率对于他的重要性 好啊 现在可以开始抢红包了 可以开始抢红包了 有人抢到了两块零五毛,零五分啊 因为今天呢,人很多,现在有多少人呢 也,我不,这 有人说每次都是200个痘痘啊 那刚才有朋友都已经抢到了两块多 都给我发这个截图啊 你要相信新浪,好吗 不会是不至于啊 不至于说为这点事情呢 来跟你来隐藏什么 就是人太多了 三次,每次大概一共的是200万现金 每次是700 每次是70 可是有800多,如果真有800多要人抢 然后他每个红包还得一块多,两块 所以大概也就是有三五十万人能够抢到钱 而剩下的几百万人就只能是可能就是金豆了 就是这样,好吗 有人抢到两块多了 两块一毛二啊 抢了钱呢 你也得说一说是吧 要不然很多朋友认为这是好像有什么猫腻吧 不至于 不至于 好吧 那么上半场比赛就是这样了 大家也都看了 踢的更好的肯定是克罗蒂亚 但是呢 从克罗蒂亚在进攻这方面呢 更多的是通过这个定位球发起 运动战呢 也很难说打透对方的这个防守 但是法国队呢 显然你就看几个人 第一,姆巴佩没什么表现 对不对 几乎没什么表现 但是姆巴佩你别忘了 他那个球如果隔了那个伯格巴给他塞过去 如果他领好了的话 那个球很有可能就能够形成直接的威胁 吉鲁也看上去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攻方面的作用 格列兹曼呢 他的最大的作用就是他主罚了一次任意球 对方乌龙 主罚了一个点球打进 格列兹曼不容易 格列兹曼在欧冠的决赛当中 常态的比赛都打丢过点球 对吧 跟黄马 那么格列兹曼凭借这个进球的应该说呢 又像这个MVP又走进了一步 那么 总预感的下面长还有一些事情要发生 今天呢 比奇怪 曼朱基奇的乌龙 佩里希奇的手球 这有点像韩国小组赛 对墨西哥那种感觉了 是吧 就是这种自己挖自己 给自己挖大坑 但是 不要低估呢 克罗地亚人的这个顽强的斗志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 就是克罗地亚累积下来的这几场比赛的 体能上的消耗 会不会在下半场 会出现一些爆发呢 有没有感觉 其实上半场 莫德里奇已经不像之前那么活跃了 可能确实体能的消耗 那个影响随时会降临 而这个降临有可能会是大面积的 它不是一两个人 所以可能主教练要想好下半场 一旦出现体能严重下降 赶紧换人 那同时换两个 不薄不精彩 刚才多少人呢 刚才抢红包的时候有多少人呢 有人说两块二抢到了 还有两块零五毛 抢到两块零七毛 可能今天呢 两块多啊 给调的有点多了 你想想 你原来都是一块多 现在两块多 他的中奖的人就会少一半 那么下半场呢 其实对于法国队来讲啊 那肯定还是一如即网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漂亮不漂亮 明白吗 就是能娶个媳妇就行了 就别再挑了 是不是 所以四年的这种渴望 尤其是这个得上已经是胜负失了 就只重中结果 得上之前跟队说了 不是跟队员说了 说这个世界杯 人们只会记住冠军 不会记住亚军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肯定是更加加强防守 然后利用姆巴佩的这个速度 甚至有可能 再踢着踢着呢 把吉鲁给换下来 换一个脱离所什么的 再加强一下中场 然后就索性 就把姆巴佩一个人扔前面 这都有可能 那么至于说这个 克罗地亚呢 只能搏一下 搏一下呢 那就下一个中场 再上一个中锋 打成四四二 这个也是可能的 但是在下半场的前十分钟 那对整场比赛走势非常关键 大家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好吧 都搏一下 你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一旦 就不行 这个第一个进球啊 你别说也得有瓦拉内的功劳 就格列兹曼跟瓦拉内曾经啊 有过配合 而且还有过进球 是吧 这打谁啊 打乌拉圭吧 格列兹曼呢 这个韦达的这个回座 确实是为佩里希奇这角色门的 打得也真是精彩 穆多里奇的这个任意球罚的有特色 佩里希奇谎过的可是坎特啊 距离球门18.7米 这球速怎么着得90 左脚打圆脚 这是那个手球 所以啊我就觉得呢 这个克罗蒂亚呀 他完全的站位防守 其实有点问题 这个防这个 是吧 他这个球如果要是能限制住 乌姆弟弟呢 是吧 不让他跑起 马途一笛啊 如果能够限制住马途一笛 不让他跑起来呢 是不是也就会有这个球了 最后通过VR 这区域防守跟盯人防守 虽然说盯人防守呢 可能有的时候会漏人 但是区域防守呢 因为对方是冲起来的 你只能是在原地 所以你的这个反应啊 速度可能跟不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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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奔跑的距离 应该是 科罗地亚人会更多 现在下半场最大的一个悬念 就是科罗地亚人的体能 能不能支撑 另外一个呢 就是双方主教练根据场上的形式 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战略战术的改变 就是法国队肯定是先守 继续守 因为他毕竟啊 他有一球领先的优势 哪怕再丢一个球还是2比2 所以他们不会冒险进攻 那么作为科罗地亚呢 肯定要大举压上 然后呢 还是得利用高空球 虽然说瓦剌内的投球不错 穆姆地的投球也不错 但是只有先制造对方进区内的混乱 才有可能呢 觅得机会 要想阵地进攻 水银线地脚下生花 打船切配合 这个非常难 总之我们期待吧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新的一天了 新的一天又到了 世界杯呢 终将过去啊 无论他是30天还是64场比赛 一天一天 一场一场总会过去 我们又会呢 在明天回归到我们平常的日子 如果热爱足球 那么你仍然可以找到 你所热爱的那样的足球 如果你只是世界杯的球 那么明天 say goodbye bye 当然我 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 可能世界杯啊 他染上了一个买球的 这样的一个习惯 我建议呢 你呢 早解脱 彻底的不要再买了 你一旦陷入这个怪圈 你血本无归不说 你最后你将人的意志 完全被消磨 如果你不信 你可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哪怕他只是一场 八肝子打不着的欧联杯的比赛 你到一些APP的转播的聊天室里边 你去看一看 全是赌球的人 没有正经看球的人在这说话 这些人 颠倒黑白 白天还能上班吗 还有正经事吗 人生就这么耽误了 信我 身边有很多活生生的例子 信我 输了 就如果你已经失去一些 如果你聪明 就不要失去的更多 明白吗 人在 就有自己的双手 去创造财富 如果有一天 人垮了 一切都偶尔 信我 有的朋友说两套房已经没了 那么你两套房没了 你不希望有四套房再没吧 好吧 也许啊 生活当中也有些翻本的例子 但是一定是少数 记着 一定是少数 不见得是你 你连今天红包你都没抽着 说明你不见得是那个特别运气的人 好吗 如果你还年轻 你有足够的时间 去强大自己 去未来真正的用你的勤劳的智慧 创造属于你自己的财富 那样一天 到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安稳 你挣的每一分钱都不是阴阳合同 好吧 都不在那抽屉里 闹呢 好了 下场的比赛呢 马上就开始了 我们为了保持一个错的 干脆咱们就这样也行 我稍微斜点 是吧 这么看 也可以 是吧 画面要干净一点 好看一点 来吧 让我们一起期待着世界杯的 也许是最后的45分钟 窗外 再透点这个 再透点北京的夜景 感觉怎么样 给我定位了吗 通过后边那个字能够定位了吗 一会儿呢 比赛结束呢 我将会去录个节目 录完节目之后呢 找同事一块去撸撸串 今天晚上 多多少少呢 也得一块回一回 好了 比赛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 这一月呢 确实过得比较辛苦 但是那句话说得好 也很充实 而且也有很多收获 未来的每一天 至少我 还会和足球 每一天都在一起 如果你也是热爱足球的人 那么我们就不会分离 下半场比赛开始 转移到右路这边呢 形成了一个 右路突破的机会 传众到门前 落里很稳 落里确实非常稳 波哥帮呢 往往是法国队呢 由手转攻 并且呢 反击的时候的一个发起点 他虽然呢 没有更多的出现在对方的进去 吉鲁 身后有格列兹麦 直接打门了 这个球啊 没有给左路的马图一离 这是整场比赛 法国队第一脚正经的设门 来自格列兹麦 47分钟的反击过程当中 接到吉鲁的传球 外围的一脚远射 这是法国队第一脚正经的设门 莫德里奇今天的位置比较靠后 找中锋半出机器 投球点给自己的队友 莫德里奇分到右路 现在的时间呢 是46分48秒 看看法国队这个基本上是一个442 垃圾地奇 哦 错进错出 在内部直接打门 这个球啊 是 带球的过程当中 看上去呢 好像对方已经把这个球能拦截下来了 你看 但是呢 接下来 球还在漫租这个垃圾地奇的脚下 塞了一个直直直直直直船的内部 直船斜插左脚打门 落里的把球铺出了底线 相对来讲呢 在禁区前沿 克罗地亚呢 还想做一些 配合 有没有感觉好像克罗地亚这队员脸上的神情 不是那么刚毅了呢 法国队真是 于不牲畜啊 不断地消磨着对方的意志 消磨着对方的经历 感觉法国队下面场的进攻会加强了 雷比奇是回来防守 看看这次反击 左脚直接打身后 曼朱吉奇 这球拦了一下 太关键性的解围了 来自于瓦拉内啊 瓦拉内这脚 真的是世界级的 不然的话 曼朱吉奇就是单刀了 看躲过这一劫的法国队 克罗地亚反击 再交给曼朱 曼朱吉奇 抢断了 带入禁区 外脚背好像没劲的 怎么总感觉好像没劲了呢 这跑步的时候 腿有点飘了 弯弯腰了已经 莫德里奇 活动能力也在下降 毕竟啊 这么短的时间内 比对手多踢了一场球啊 脚球 外围 外围 前扑倒地的动作 就算克罗地亚的队员不碰他 也会倒地 但是那种动作呢 可能VR就派不上用场 来吧 来吧 咱们还是先看接下来的比赛了 现在是50分05秒 五母弟弟的这种抢断 克罗地亚还得咬紧牙关呢 下半场的前15分钟非常重要 大力的戒败球 没有 11号 来看 克罗地亚 进攻啊 还想利用场地的宽度 莫德里奇 他在后腰的位置上 他更多的要把球啊 分给莫德里奇 然后由莫德里奇呢 来分配 这个球传的 前场断了 莫德里奇你看传完了 已经不跑了 莫德里奇现在基本上有点 体能啊 确实是消耗太大 马图一迪还是很有劲啊 坎特 哦 这第三次 在半场抢断了 曼朱基奇这是要传谁啊 法国队在酝酿 在酝酿反击 姆巴佩速度切进去了 大门 哦 苏巴西奇 封住了姆巴佩 姆巴佩开始发挥作用了 就是因为 空档越来越大了 哦 有人跑进来 我天哪 这我就跑进来这么多人 还有制服的诱惑 世界杯太有意思了 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团结安来了这么多人 都给拖下去 这个 这怎么回事呢 这是怎么来了这么多人 鸡里梦也来了 姆巴佩 想打当 这个球啊 双方啊 上支都在叫力 苏巴西奇啊 这个出击 风度角度 这是一个插曲啊 世界杯的决赛 居然跑了 跑进了这么多人 你要一个也行啊 跑进了一个加强班 这边要换人了 反而我都要换人 坎特其实今天好像事务也不少 都疲劳了 这时候是意志品质 我是不是说下半场可能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哈哈哈哈 哎呦 这个球啊 是不是要冲撞 要判曼竹基奇的冲撞呢 门将 这是一个45多仗 出击的洛里和曼竹基奇的壮的满怀 恩宗纪替下 哎呦 你看 我刚说吧 我就觉得今天坎特好像有点问题 坎特今天15多 而且呢 也没也没有之前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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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风扒面了 可能他确实是在前面消耗太多了 或者是本身身体可能有点不舒服 虽然说坎特在决赛当中都没有打满 但是他在之前为法国队防守所做出的贡献 是有目共睹 恩宗纪上来 是个对位的换人 作为的防守型的后妖 格列自慢 格列自慢 马图伊迪 马图伊迪啊 上的比这个伯格巴要大 而且马图伊迪啊 纵向的这个能力呢 就在这个法国队当中啊 仅次于姆巴佩 有人说坎特有黄牌是吧 怕他吃黄牌 姆巴佩 我觉得更多的原因并不是黄牌 那有黄牌提比赛的多了 他还是他今儿状态不怎么立 莫德里奇今天其实也发挥了 没有之前那么出色 但是他有技术啊 这个球裁判没有判 这速度啊 56分钟 感觉好像今天这个 哥罗地亚人好像对夺冠 好像有点 就是 很想 但是好像又 好像缺点赶 你发现没有 就是1比1扳平之后啊 那个教练好像也感觉比较平静 这种感觉好像就是 虽然说呢 很有这个欲望 但是好像还是内心得得得坚定起来啊 主要是没劲儿 主要就是体能 马途一笔这边我看也有点拉胯 断了 马途吉奇 现在找谁呢 慢慢在推进 现在速度也打不起来了 把过队马上回来 先回来四个后卫 两个后腰先回来 马途一笔也颠回来 吉鲁一直在场上防守 吉鲁一直在场上防守 现在是57分03秒 57分05秒炸起来门将落里 今天还有一次有红包啊 有朋友问 一会儿就比赛结束 在0点50 将会发第三次红包 好吧 吉鲁对洛夫伦的犯规 佩里希奇突他 爬 爬完后点 这个球传得太大了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克罗地亚呀得换人了 真的 不能再等了 你得换能冲的 因为像曼珠基奇 确实已经没什么劲 把曼珠基奇雷比奇换 就换了两个生理军上去冲 虽然说他们在场上的队员 都有经验 但是这个时候 其实更需要的是体能啊 哎呦五八配 来了 母八配 一对一 假动作 下底 船中格里斯曼 挑 架炮 这伯格巴左脚打门 哎呀 三比 三比 这个球啊 就是长船找母八配 然后格里斯曼呢 为伯格巴 为伯格巴架炮 然后这个架炮呢 就第一脚打门呢 打在身上 弹出来 伯格巴又跟上左脚一打 三比 三比 这法国队这运气来了 没办法 对不 法国队 看这一脚长款 就是用礼物八配 别人已经跟不上牌了 这时候格里斯曼跟上来 这个球也是稀里糊涂打到格里斯曼这儿 一架炮右脚打 左脚再打 但是这脚左脚啊 他没发力 他推的脚弓 你看 你看 他推的脚弓 这个时候啊 这苏勒西奇面前全是人 好了 法国队冠军 我们可以宣布了 我觉得 而且这比分呢 可能还会扩大 克罗蒂亚终于没劲了 这个心理打击将会 加剧 体能的消耗 这个有可能还会 法国队还会进球 终于来了 这个球格里斯曼已经 格里斯曼已经做好准备了 崩盘了 这个球要再进了 就是克罗蒂亚就崩了 克罗蒂亚崩了 这个球如果不是布罗索围棋啊 突然之间的这个出来解围 格里斯曼瞄着就打了 关键呢就是 我就说这个换人呢有点晚了 他应该是55分钟 一看这10分钟 明显有几个就没劲了 这个时候就应该搏一下 你现在佩里西齐 曼珠基齐 这都没劲了 这都没劲了 克罗蒂亚在最关键的时候 好像不敢赢了 忽然间也是因为没劲了吧 那个因为这种 确实得需要体能 而且今天这前两个球丢的 有点太稀里糊涂了 太稀里糊涂了 这个球对克罗蒂亚太难了 对克罗蒂亚太难了 因为他现在没有速度 又没有体能了 所以 基本上法国队99% 你这种领先两个球 他不像领先一个 法国队 法国队其实运气也不错 但是他还是各个位置能力比较平均 也有球星 也有速度 关键时刻这五八配你看这这个进球 有五八配很大的功劳 换别人的话呢 可能就这球就追不上 更别说过人突破变相 现在 看一看克罗蒂亚能不能够短时间内 搬回来一个 现在 现在法国队就 他的支持就打反击 其实对于克罗蒂亚人来讲呢 这件世界杯已经足够让人肃然起敬了 虽然说他很像2016年的 但是法国队已经不是2016年那个法国队了 他们干预防守 他们马图伊迪上来了 格列兹曼 格列兹曼金球 因为莫德里奇这场比赛确实是不亮 格列兹曼肯定是金球了 格列兹曼已经制造了几个进球了 之前是七个 然后加上 今天的两个 他造了九个进球 五八配 四比一 行了 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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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 这球都打出来了 那就没有任何办法 这球稳了 这就是克罗地亚就最终 这个走 五八配 这瞄着打 瞄着打 法国队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冠军 这个球就这么着了 没有什么可以 66分钟四比 四比 法国队把最好的留到了最后 五八配的这一角射门 的确 显示着自己啊 无限未来 而且还有二十多分的 那有可能是兵败如山倒了 因为他这个 他这个心理打击啊 会加剧体能的 这个这个消耗 神明的真正中 有可能 既然参与二十多分的 当真是有可能 是大事 来说 你越来越来越多了 没什么 就看得到 我们下车 行 行 出发 克罗迪亚确实是消耗太大 他们这个连续三场的 这120分钟的比赛 确实是消耗太大 而这个比赛呢 这个开局也不利 如果头两个丢球 不会那么轻易的话 可能这比分一直焦灼着呢 他这个心气还能在 但是现在这比赛基本上就没了 祝贺法国队夺冠吧 也许呢 法国队夺冠的更有说服力一些 因为虽然 哎 我天哪 这比赛真往大球走啊 洛里最后也开始玩鞋的呀 我说这个我就觉得今天有点怪怪的呢 这什么球这是 回传给门将 曼朱基奇在这一直逼着 这还玩假动作呢 还拿左脚外脚背 外脚背出奇迹啊 外脚背出奇迹啊 看看这个比赛 我发微博发早了吧 我都祝贺法国队夺冠了 哦 上帝保佑 打脸了 那我也不删 这球要打成四比四的话 谁要猜中这个比分 疯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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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期待我那个微博 我要真是逆转了 我那微博我就成了 成了这个这个这个纪念 我也不删 克鲁迪亚加油 谁猜到能打这么多球 这球船中 好像空中是飞出了底线 换人呐 克鲁迪亚赶紧换人呐 这个时候再换俩 生猛的上去冲啊 等死不如作死 你看换了九号啊 克拉玛 克拉玛里奇 换下雷比奇 我觉得还可以再换一个 就姆巴佩这个进球啊 比较正经是吧 就姆巴佩这个进球 剩下的进球 还习里糊涂 还有那个佩里奇奇的也不错 或自己撞自己啊 倒地了倒地了 算了 赶紧踢走吧 这是自己给自己给撞了 这家伙 这有点李建斌怒踢雄飞啊 洛里都出现这种食物 真是有点 匪夷索呀 这边又倒地了 这边又倒地了啊 脱离所上来了 换下马途伊迪啊 马途伊迪没劲了吗 双方呢 这个时候调兵前将 人家说你快点快点 马途伊说 我这走 我这在走呢 三个中场换下去两个 防队啊 也确实得上啊 他本身就是后腰出身 他对这个后腰是格外重 中场的防守力度 马途伊迪也是很好 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啊 至少说制造了一个手球啊 脱离所来了 现在是脱离所 恩宗记加上伯格巴 这三个人中场 法规看一看 最后的20分钟 能不能扛过来 其实对于科罗地亚来讲 随着比赛的时间的推移 他们的体能啊 可能会暴露的更加明显 现在需要咬牙 再打击再打击一个球 奇迹就有可能出现 这大吉鲁啊 真的是真玩命 现在关键啊 就没有快马 这个克罗地亚没有快 克罗地亚应该啊 全国去海选一个快马 他现在风险真的缺这一款 恩宗记上来的主要就是防守 看右路船中 假的 左脚传中 瓦拉内啊 有可能会入选 本届世界杯最佳阵容 瓦拉内啊 信不信 乌姆弟弟也来了 乌姆弟弟说 我行不行 看法规的反击 这个球没打起来 克罗地亚45度 看能不能炸一下 转移到右路 直接打门了 这些 胡来了 洛里啊 是自己制造一些紧张空气 这届世界杯不少门将呢 都犯了错误 洛里最后说 洛里这一下有可能会因此而告别 这个最佳门将 可是苏西齐这场比赛丢了四个球啊 虽然跟他就没什么太大关系了 格雷兹曼现在很有经验 格雷兹曼很有经验 他现在有意识地在控制 经过了一个月 之前还有两三周的这个 两三周的这个集训 这些队员呢 为了世界杯 确实很辛苦 达到现在 你像C罗梅西现在都已经度假了 他们还在这踢呢 佩里西齐的速度 结果队友没有传起来呀 再找的时候这时候没了 你看莫德里齐已经不动了 莫德里齐确实消耗了太多的体能 只有拿球的时候他才用球驱使着自己向前 你看莫德里齐 这样头两场比赛 他肯定早就四处要求去了 姆阿佩现在防守 你看 盯住对方的边后卫 克罗蒂亚打的还是很开的 一对一敢突破吗 45度炸一下 假的 左脚船 又是瓦拉内啊 这是外围的角远射 来自拉蒂奇 这球呢 在飞行的途中啊 这曼珠基奇可能也没看见门在哪 他也没敢动 他怕他一动啊 改变球的方向 你看这球就从曼珠基奇那 那脚脚脚尖前面滑走了 曼珠基奇要捅一下呢 这球还没有给脚球 78分钟了 射门次数呢 克罗蒂亚是法国队的两倍 还是得再换人呢 换上点能凸的就造个点球什么的 网拉内给吉鲁 现在啊 法国队也躺不起来了 吉鲁的你看 还在抢 又是瓦拉内 瓦拉内的这场比赛表现太厉害了 58配行 让他自己干吧 哎 让他起来 姆巴佩 哪队有个姆巴佩 就是把球给他 让他自己先去干干 他自己一个人消耗对方两三个人的体能 再打进去一个 即使失败了 克罗蒂亚应该讲的也能够比较欣慰吧 克罗蒂亚呢 还是防守呢 出现了一些漏洞 这法国怎么现在不行了已经 莫德里奇开始玩戏的了 交道边路 能不能起一个 骆夫伦 骆夫伦你这个传宗的技术简直是惨不忍睹 这边要换人了 双方都要换人 决战时刻到了 换下吉卢 那吉卢确实也消耗太大了 材料 得上 failure 45度起 伯格巴现在也退回到禁区之内了 现在姆巴也顶到最前面了 我们说过没有 我说有可能到最后 就是把吉卢换下来 然后把姆巴配顶到最前面 这球没有挺好 刚上来还没找到感觉 这个球要挺好了 应该说还是有机会 法国队中场也控制不下来 从技术角度来讲呢 法国队的中场确实没有这个 克罗地亚的中场那么细腻 但是他的身体 他的这个战术的执行力 对于防守的这个重视 这一点呢 其实是确保了法国队的防线相对稳固 垃圾地齐 垃圾地齐情绪也不是很稳定 突然间倒地了 快发 垃圾地齐这少见的细精了 这说明呢 他们整个的这个这个精神体能啊 消耗的确实太大 都已经不是自己了 这个球 曼珠基齐啊 拼到了最后 84分钟了 1998年呢 两支队伍在半决赛交锋 当时呢是法国队和胜 那一届呢 法国队呢 是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 克罗地亚呢 是拿到了第三名 时隔20年 两个队在决赛当中相遇 现在84分钟 场上比分4比2 是法国队领先 法国队距离 时隔20年重返 世界杯冠军领奖台 还有 7分钟到8分钟左右 双方呢 应该讲呢 高手之间的对决 确实呢 体现着不错的这个对抗 其实这场比赛呢 克罗地亚呢 还是因为体能的问题吧 有所消耗 瓦拉内今天太棒了 瓦拉内今天基本上控制了禁区里面70%以上的高球 因为毕竟啊 他也随球队啊 连续 得到欧冠冠军 所以这种经历呢 对于他的成长 那肯定是有极大的帮助 在世界杯的历史上 法国队呢将会 第二次夺取世界杯的冠军 他们的球衣的胸前将会再多印上一颗星 严格意义上讲呢 我认为本届世界杯真正的实力强大的是巴西和法国 然后是比利时 克罗地亚有能力进四强 但是 确确实实 在 某些方面吧 可能还欠缺一点经验 现在比赛进入到这个时期 其实对于 克罗地亚来讲就机会不多了 外国比较远涉 21点43开的直播 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三个小时了 已经三个小时了 有些朋友可能也把电视关了 准备睡觉了 莫德里奇 今天的活动能力比平常要少21.4739% 差不多 如果一个健康的莫德里奇 那一定会带给克罗地亚更多的进攻的活力 你不能说法国队踢得更好 但是他显然更有效率 而且呢 法国队得上 他是一个想赢的教练 他确实是 可能其他的进攻组织才华这些往往没有发挥出来 但是呢 他知道一个队伍想要赢比赛 应该去做什么事情 防守 防守 危险 然后进攻啊 利用前场的速度 这怎么这法国这小个子 刚上去就跑不动啊 让他上来干嘛呢 外围叫袁盛 在0点50啊 还有几分钟之后吧 这比赛一结束 咱们就会 还有最后一次红包 我希望大家呢 能够拿到 好吧 现在是88分37秒 法国队最终还是夺取了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大麦人会很欣慰 因为小祖赛他曾经0比0逼平过法国 澳大利亚人也觉得挺舒服 因为输给法国呢 就输了一个 而且还是乌龙 毕鲁人觉得呢 自己踢的也不差 因为输法国就输0比1 乌拉圭呢会觉得 虽然我们输0比2 但是我们门将也是一黄游手 不然的话也就输一个 而且我们卡瓦尼还没上 比利时人更觉得难受 因为我们把对方打得在地上一直摩擦 但是可惜我们没有 没有进更多的球 但是 法国人说 我是冠军 足球比赛就是这样 会认定最后一个结果 1比0 看上去是一个很小的比分 但是它足以让一个队获胜 也足以让一个队奔向冠军 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 首场比赛输给瑞士的西班牙人 小组出现之后 凭借4个1比0 其中还包括一个120分钟的1比0 最后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 所以世界杯这个舞台上 为什么说古往今来 只有那些强队能拿冠军 是因为他们可能在关键时刻 会少犯一些错误 而这种少犯的错误 既是他的能力实力经验传统的体现 可能也是足球比赛当中 一个规律的体现 就是你可能会制造很多的惊喜 但是最终谁能够冠军 是比的谁犯更少的错误 从这个角度来讲 法国队夺冠也正常 你说法国队有运气的成分 那固然是 但其实在我心里 这届世界杯的冠军应该是巴西 可惜啊 卡塞米罗的确证 负尔兰迪尼奥的不堪重用 让巴西呢 早早的被淘汰 姆巴佩 伯格巴 伯格巴 伯格巴还想玩 玩街头呢 玩街头足球 格连兰迪尼奥突然间的加速啊 这个球铲得有点厉害啊 又有朋友啊 抢到了两块零二两块零三 也有朋友说抢到了一些豆 有人说抢了三四都是豆 因为今天人确实是多 因为平常你也不来 是吧 还有呢 就是今天呢 可能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啊 有所惊喜 所以呢 以前都是一块零几 现在呢 改成了两块多 那这个人肯定会少 哎呦 手球 又一个手球啊 这没吹就算了 这伯格巴 我这这什么球伯格巴 都不踢了 这有点像垃圾时间了 伯格巴这个球明显应该是 世界杯的一个处子进球啊 还有一个来 走走起来 伯格巴已经没劲了 我天哪 格里斯班还能跑啊 这比赛最后有点像快乐足球了 大家都很痛苦 但是一边痛苦着一边快乐 93分15秒 波巴进过了 是吧 还有他骂我 你说你骂我干嘛呢 你说又不是我 这组织给大家钱 还有关键时刻的 波格巴也是拼了 看看最后吧 法国人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庆祝自己的冠军 波格巴走起来已经叮了 波格巴已经叮起来了 现在还有最后几十秒 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就要跟我们说再见了 法国队是冠军 法兰西万岁 就我那配音里边的 法兰西万岁 我好像被暴露了 当比利时人没有阻挡到法国队的时候 那么最后 法国队呢 还是体现出了更强的防守能力 进攻赢得胜利 是吧 防守赢得冠军 这还真是赛论 法国队的替补都在准备着 最后时刻 一个大脚开起来之后 2018年世界杯的决赛 法国队4比2战胜科罗地亚 夺得了世界杯的冠军 法国总统和科罗地亚的总统 亲切的拥抱 法国人笑到了最后 他们经过20年的努力 在错过了2006年世界杯 和2016年欧洲杯的决赛之后 这一次他们把握住了 不论你认为他们的夺冠 是不是防守反击的胜利 也不论你是否认为 他们的夺冠有运气的成分 但是无疑 他们有夺冠的理由 德尚 1998年的作为队员 从普拉第尼的手里 接过了世界杯冠军的奖杯 20年之后 他作为法国队的教练 将再一次 捧起世界杯的冠军 那么 在法国的国内 相信 这个夜晚 将会是无眠的 当然 在法国夜晚 可能还没有到来 姆巴佩 这些世界杯 唯一可以称得上是新兴的 年轻的球员 他在决赛当中的 这一脚远射破门 以及在此之前 快速突击 给予对手的不断的这种压力 也预示着 在梅西和塞罗过后 姆巴佩 有可能会成为 又一个球王 我们也应该感谢 科罗地亚 他们在这届世界杯上 告诉我们 哪怕国家再小 哪怕经历艰难险阻 只要有足够的 精神动力 仍然可以不断的创造奇迹 在一个月前至于半个月前 你很难 想到科罗地亚人 能够进入决赛 而今天他们站在 卢尔尼基球场 真正的世界杯的决赛赛场 哪怕他们输掉了决赛 他们同样 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还是之前的三场淘汰赛 三场加时赛 消耗了科罗地亚人 太多的体能和精力 我们以莫德里奇为例 他是一个有100分的力 一定要付出120分努力的一个队员 但是今天他在场上活动能力的缩减 只能证明一点 他确实没劲了 而他没劲了 也代表着他的队友们 可能在体力和精力这方面 也是消耗殆尽 那么接下来呢 还有一些悬念 比如说金球是谁 现在射手榜第一 那肯定是凯恩了 那么金球会是戈列兹曼吗 从戈列兹曼独造酒球 这个数据来看 或许 本节世界杯的MVP 十有八九 会是戈列兹曼 而且他也来自于冠军队 佩地奇奇打进了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 在连续两场的半决赛和决赛当中 他都有进球 他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队员 莫德里奇和他的队友们 向全场的克罗地亚的球迷 来鼓掌制意 而戈列兹曼此时 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也许这场比赛输了 他不会流泪 而赢了 他可以尽情的释放自己的情绪 他可能也知道 金球稳了 稳了 格列兹曼在世界杯之前 宣布自己留守马径 在这一点上 他也让自己能够全身心的 投入为法兰西而战的 这场战斗张冬 法国队队员把德尚抛起来了 德尚说我要飘了 德尚的是西服没法要了 身上有可乐 雪碧 王老吉 苏打水 生姜水 马图一笛 好了各位朋友 三个多小时的直播呢 就到这里了 凌晨一点了 无论你在祖国的大江南北 新的一天开始了 也许有的球迷呢 只是世界杯期间的才关注足球 那么我们说再见 而有一些球迷呢 可能平常也希望足球融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那我说 明天见 足球就是这样的 一个充满魅力的事物 有人呢 更多的会联想到黑暗 有人更多的会联想到阴谋 事实上 一个真正热爱足球的人 在他的身边 他无时无刻不享受着足球 带给他的快乐 没有阴谋 有可能是更美好 和纯粹的感受 比如说 中国足球小将 如果你真的 有足够的闲情意志 你可以在未来多关注一下 因为那关乎着中国足球的未来 因为那样的比赛 没有阴谋 没有假球 没有黑哨 没有卧槽 没有什么百大疤 所有的孩子 在八岁和九岁的年龄 他们将会轻力的 为胜利而战 他们就在你我身边 他们有一定的足球的 技能和天赋 他们需要的是未来 有人能够为他们成长 铺平一条道路 让他们能够走得更坚定 也走得更远 中国足球永远 都在路上 无论中国足球有多糟烂 无论有多少人 时不时的会拿国足开玩笑 无论有多少 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还会在中国足球身上发生 但是请相信 在中国仍然有一群 真正热爱足球的 也真正的想为中国足球 做贡献的人们 家庭 孩子 他们一直在努力 你是否能看得见 取决于你是否愿意去看 好了 感谢各位今天晚上 参与我们的直播 那么董璐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边 所做过的所有的大卫现场 今天也告一段落了 有的 有的